第419章 最后的选拔赛 今天注定是江南学院今年中最热闹的一天 因为那汇聚了所有学员眼光的内院选拔赛 将会在今日达到最令人为之激动的高潮阶段 虎家 白山 吴浩 荀儿 萧岩 这五位在前两天的比赛中 已经清楚地向所有人展示了他们那让人惊叹不已的强横实力 而今天 这五位这一届万院学员中最强的学员 便是将会展开最吸引人眼球的强强碰撞 而也正因为如此 今天广场上所汇聚的人数几乎是闲两天的几倍之多 这些围观的人呢并非是完全学院的学员 还有很多是从学院之外的迦南城内慕名而来的 作为生活在迦南城中的一员 这些年中他们也清楚 今天呢方才是整个迦南学院每年最热闹的时候 因此自然是不会错过这等盛事 当萧岩等人来到大广场之外时 望着那几乎将广场入口堵得水泄不通的人流 不游得有些无语 最后还是在若林导师的关系下 几人方才从一处防守严密的通道进入了广场内 通过一条长长的漆黑通道 然后行出视线尽头的洞口 再出洞口的那一煞 无比喧哗的种种声响猛然浮现耳边 让德刚刚还处于一种 寂静环境下的萧岩等人头晕眼花 好伴上后 风才逐渐回过神来 抬头望着广场周围 那近乎密密麻麻的人群 不由得相视苦笑 一行人顺着广场底部缓缓走上 最后在前两天的扳机位置上停下 这才松了一口气地坐了下来 坐在椅子上 萧岩那低声与身旁的熏而笑谈着 突然间停止了说话 将视线转向广场的一处特殊通道内 那里被一群人如同众星捧月般地 错拥在中间的白山正对着这边望来 乔得萧岩的目光 他英俊的脸庞上不由得浮现一抹冷笑 嘴唇微微蠕动 虽然并未出声 可萧岩那却是依然分辨出了他所说之话 我要你今日尊严扫地 漆黑毛子间略过淡淡冷意 萧岩脸庞上却是勾起一抹浅浅笑容 对着白山微微点头 嘴巴同样动了动 我等着 萧岩哥哥 若是你与白山对战的话 要小心点 虽然他的性子是的确有些不讨人喜欢 不过能够在嘉南学院这种天才云集的地方脱颖而出 那便说明他在修炼天赋上绝对有着恐怖的造诣 一直关注着萧岩的勋儿 自然也是发现了他与白山之间的暗战 当下轻声提醒道 萧岩微微点头并未反驳 他的确对那个白山那抱有敌意与戒备 可这并不会让得他对后者产生不屑以及轻视的心态 勋儿所说不假 若是没有几把刷子 就算你帅到了惊天动地的地步 那也绝对不可能在实力为尊的嘉南学院中脱颖而出 并且成为这一届的风云人物 随着白山进入广场之后不久 那一身红衣的少女也是徐徐走近 随着她的进场 全场顿时有着不少目光投了过来 不管如何说 胡家也能算作是一个少见的美女 并且最让人心动的还是她的背景 嘉南学院副院长 这个群柄滔天的职务 丝毫不比大陆上一些一流势力的名头弱 而且因为嘉南学院的特殊位置 即使是一些斗宗强者 在胡家的爷爷胡钱面前 也不敢表现得太过桀骜 毕竟就算不提那些从嘉南学院出去的无数强者 就光凭嘉南学院明面上的势力 那也足足能够将一些一流势力震慑得不敢胡来 嘉南学院的很多人知道 谁若是将胡家追到了手 不仅能够温香软郁在怀 而且还能让得自己呀 至少少拼搏努力十年的时间 对于这话没有多少人怀疑 毕竟作为嘉南学院的副院长 胡家的爷爷有着这种能量 不过虽然很多人都对那种诱惑很是感兴趣 一些自允天才的人呢 也曾经试过想要接触胡家 但这些人呢 不仅没有一个人抱得美人归 反而最后都是以遍体鳞伤的结局归来 那一身红衣的少女 用最彪悍的方式 将这些烦不胜烦的追逐者 震得退了回去 因此至今为止 在这嘉南学院中 都没有哪位男学员呢 能够成功地将这位小妖女的心给俘虏来 望着对着看台另外一边 缓步行去的红衣少女 萧嫣突然想起 若林导师说她竟然对薰儿啊 有着一些特别心思的话 不由得脸色有些古怪 片刻之后摇了摇头低哭道 果然啊 不愧是小妖女的名头 连爱好都是这般的与众不同啊 在虎家进场后将近半个小时左右 广城周围看台上的人数 终于是拥挤到了一个近乎爆棚的地步 黑压压的人头一眼望去 看不到尽头 喧闹的声音汇聚在一起 最后直冲云霄 在天空上要日高声起来之时 清脆的钟音声 终于是在广场上空响了起来 而听得那钟音声 喧闹的广场 这才略微安静了一些 无数道目光顺着钟声 望向了极其宽阔的广场 汇聚了全场所有目光的广场中央 副院长虎前缓缓站起 目光环视四周 雄厚的声音犹如闷雷般 在广场半空盘旋而起 在昨天内院选八赛便是选出了最后五十位 他们都是有着进入内院修行的资格 不过内院之中同样有着明确的等级之分 而想要在内院中得到更好的修行条件 那便是必须尽可能 在这最后一场比赛中取得最好的成绩 每一名的提升啊 都会对你们有着巨大的帮助 所以尽全力吧 为了能够得到更优秀的修行条件 虎前目光瞥了一眼 那被调动的有些激动的学员们 笑道 往年的选八赛都是选择的挥合比赛 而今年经过学院会议的讨论 却是稍微改变了一下 这最后一轮的比赛模式 听得虎前此话 全场学员一愣 寻即将目光投向场中 现在请前五十名的学员全部进入场内 虎前朗声笑道 文言那消炎与勋儿微微一正 五十个人全部在一个广场上 虽然那很多人对虎前的话有些不太明白 不过在他话音落下之后 全场各处看台之上 人影啊却是不断闪躲而出 最后出现在广场中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影出现在广场上 看台上的气氛顿时被提了起来 特别是当一袭白衣显得玉树临风的白衫 以及那位身材火爆的红衣少女虎佳出现后 气氛直接是被带上了高潮 整齐的助围声震耳欲聋地响起 走吧 望着人影散步的广场 萧炎也是轻笑了一声 站起身来 对着身旁的勋儿笑道 加油啊 一旁啊 若林导师对着两人挥了挥拳头 笑隐隐地说道 勋儿微笑着点了点头 两人身躯于远 脚尖点在栏杆之上 身形在半空画起两道弧线 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轻飘飘地落进了场地中 随着萧炎与勋儿的入场 原本啊便已经很火爆的气氛 都是再度地突然跋升了起来 今年我们不要一场场的回合比赛 而是要一场富有热血 与激情的大混战淘汰赛 谁能在这个淘汰赛中坚持越久 名次便是越高 反而名次则是越低 望着那陆续进场的众多参赛者 虎前笑道 在这个广场内 不论你们使用何种手段 甚至是与人联手组成团队也成 但只要你们能在混战中将自己保存下来 那么便是获得了胜利 虎前的话语刚落 广场中便是想起了一些窃窃私语 显然 这个与往年比赛不相同的模式 让得他们哪有些措手不及 在比赛开始之后 出场者便是输 我们有人专门计数 因此 只要你能够在乱战中多坚持一会儿 说不定 你的名次便是会提升许多 所以坚持啊 便是胜利 哼 这种淘汰模式倒也有趣 目光缓缓地在场中参赛者身上扫过 萧炎与勋儿站在一起 最后视线啊 细虐地停在了不远处的白山身上 笑道 不过这样一来啊 我们倒是占了不少便宜啊 既然能够联手 那丫头啊 我们先将其他人赶出去吧 嗯 对于萧炎的提议 勋儿啊自然是不会拒绝 乖巧地点了点头 视线扫过场中 突然说道 其实这种比赛的模式 对于白山 虎家 甚至吴浩等人啊 都有着极大的好处 他们都在学院中啊 拥有着不小的声望 我看了一下场中的那些参赛者 其中有着不少人平日 与他们三人有交集 所以 一会儿若是混战开启了 说不定他们也能够联合到不少人呢 嗯 我看你在学院的声望啊 也是不小啊 难道就不能收拢点人来 文言呢 勋儿却是俏皮地说道 若是以前的话 倒还真有人来做护花使者 可如今呢 都名花有主了 别人还敢来吗 硝烟一致 玄机无奈地点了点头 说道 好吧 既然这样 看来呀 最后的淘财赛 并靠我们两人吧 我想 除非这场上所有人都联手攻击我们二人 不然我倒是要瞧瞧 谁有那本事将我们打出场外 白山 吴浩 还是那虎家 偏头望着那背负着巨大黑尺 身材略微消瘦的青年 在乔德那张清秀脸庞上 所展露而出的自信 勋儿奄然一笑 他喜欢他身上的这股自信 不管面前海浪滔天 我们一起闯 小手突然拉着硝烟的手掌 勋儿低声喃喃道 这张大混战 你们都明白比赛规则了吗 当再没有人进入广场时 虎签目光在场内扫视了一圈 朗声地问道 明白 听得虎签问话 场内顿时响起整齐的硬鹤声 好 既然都明白了 那么我宣布 虎签手掌缓缓举起 最后在无数道目光的主视下 轰然落下 内院悬拔赛 最后一轮淘汰赛 现在开始 随着虎签手掌的落下 那原本安静的场地之内 轰的一声 几十道颜色不一的斗气 猛然间令人眼花缭乱的爆发而出 随着一道道闷声传出 场中人影急速闪躲 大多数人呢 都是在飞快地对着广场边缘退去 他们都害怕 在这种处处是敌人的场中 被人下阴手给轰出场内 看台之上 望着那几乎是在一开始 便是爆发起了战斗的场内 顿时一道道激动的尖叫声响彻云霄 许多人呢 都是扯破了嗓子的 对着自己喜欢的参赛者朱薇 这种场面庞大的大对战 远远比单轮回合比赛 要更加具有煽动力 呵呵 副院长的这主意倒是不错呀 虽然那并不算绝对公平 可这种需要处处防备着阴手的场合 却是极容易培养人的谨慎心理 而且联手之人 也会逐渐懂得团队的力量 此举不错 望着乱成一团的场内 中央位置的看台上 一名老人对着身旁的虎钱笑道 我只是看烦了以往的回合战斗 所以想要换换花样 尝试一下而已 现在看来呀 貌似还挺不错的 只不过一些平日不善交际的学员 在这种四面都是敌人的场合中 没有可信赖的人帮忙敌等后辈 那或许就要吃力一些了 虎钱笑眯眯地说了一声 便是将目光投入混乱的场中 此时的比赛场内 时不时地有着人对轰 不过明显很多人都是害怕背后的阴手 所以即使是与人交手间 也仅仅是一触即退 丝毫不敢缠斗 目光不断地在四周谨慎扫动 任何闯进攻击范围的人 都会让得他们 满如惊弓之鸟的击退或者攻击 然而虽然刚开始的比赛内极其混乱 可当在接连七八人被轮番攻击吐血震出场外后 一些人也是学聪明了许多 场中有平日认识的人便是赶忙好严拉拢 而若是没有的话 则只是能啊退而求其次的 寻找那些同样没有同伴的落单者 虽然这种临时组合的默契度与信任度都不高 可这也是现在的唯一的办法了 手中重齿鞋指 萧炎以勋而站在广场边缘处 青色与金色斗器将两人包裹 两股极其雄厚的气息自体内渗透而出 将那些被混乱的场合弄得有些昏陶的参赛者 真的不敢随意地朝这边闯过来 此时的两人并没有闯进乱城一团的场内 他们知道 这种极其混乱的氛围并不会持续太久 只要当白山他们各自将人联合起来后 场内中的混乱便会逐渐地陷入 几强并存的局面 而此时啊 彼此牵制下 混乱倒是会减弱许多 不过到时候 也就是他们两人面对真正战斗的时候了 在看台上震天动地的无数吆喝声中 比赛场内不断有着选手被打出场外 而此时早已经在周围的记录员 则是会飞快地将出了场的选手登记起来 随着时间在漫天喊声中缓缓流过 场中混乱的局面终于是开始有着减缓的趋势 有了那些悲惨出局的前车之见 一些散人呢 也是开始学会寻找同伴 已时间 场中的混乱战斗倒是弱了许多 而那以两人或者多人组成的小团队则是越来越多 随着犹丹人混战转变成团队战斗 萧炎与勋儿终于也是不能保持独身于外 当一个由四人组成的小团队围攻两人不成 反而被尽数打出场后 萧炎呢也就抛弃了静观其变的举止 手掌紧握旋重齿 脚步重重前踏一步 青色斗气自体内如潮水般涌出 大斗狮的强横实力压迫横扫全场 然而就在萧炎释放了大斗狮气息之后不久 混乱场中紧接着 巫谷同样强横的气息也是暴冲而起 成分聚之势 分别占据了广场四周 萧炎目光顺着气息爆发出望去 乔德有三股是属于白山 虎家 吴浩之外 而其他两股啊 则是两位未曾见过面的男子 在这两位男子身后 皆是簇拥着四五名明显实力不低的参赛者 这三方团队 是除了白山三人之外的最强横的团队 此时的比赛场内 大多团队的实力 都已经显露明白 其中最强的三方 自然便是白山 虎家 以及吴浩的团队 而这三人之中啊 又是以吴浩的团队气势最为伶俐 在他们之外 便是先前那两个拥有大斗师强者的团队 这五方团队属于场中最强 另外在这五方团队之外 还零星有着一些两人团队甚至单人 而萧炎与勋儿则是属于那所谓的两人小团队中 不过 虽然两人数量啊 远远比不上那六方团队 可在场却没有任何人敢小看这支两人队伍 不畏其他 只因为这支队伍的组成者是萧炎与勋儿 两人随便哪一位啊 便是能够解禁场内单人实力前五 而如今强强联合 即便是白山 吴浩 虎家等人 也是将之视为拦路大敌 萧炎哥哥 现在打哪儿 望着场中已经敬畏分明的范围 勋儿偏头奄然笑道 先等等 现在场中啊至少还有三十人 其中还包括白山 吴浩这等强者 我们两人若是不施展底牌的话 恐怕还真不可能全部抵挡而下 所以只能等着他们彼此的消耗 或许白山三人都想将我们杀出去 可有担心被人背后下狠手 因此短时间之内我们不用担心被攻击 萧炎手中玄众池一扬 将之扛在肩膀上笑道 徐尔微笑点头 牵手微动 刺眼的金光在掌心中伸缩土现 金光中所蕴含的强横能量 即使是一旁的萧炎那也是有些侧目 正如萧炎所说 虽然白山三人那都将萧炎两人视为最大的对手 可却丝毫不敢在此时出手 三支团队对势了一眼 宣祭极有默契的开始对着场中那些零星小团队展开了驱逐 只有将这些小团队全部驱逐或者吞噬后 他们方才能够展开最后的战斗 随着这三支最强团队的驱逐 场中除了萧炎虚儿两人的这支小团队之外 其他的皆是在与对方接触后不久 便是完全崩溃 有些侥幸逃了开去 更多的则是被强行驱出了比赛场 微眯着毛子望着那些被撵得四处逃窜的零星参赛者 萧炎略微沉吟 旋即在全场的目光注视下 猛地前踏出一步 沉声喝道 没有队伍的人若是不想落个坏名次 可以到这边来 听得萧炎的河声 场中那些走投无路的参赛者顿时狂喜 在面对着三方最强团队的驱逐下 即使是另外两支有着大斗师坐镇的团队 也是不敢在此时收留他们 而如今乔得萧炎出头 他们自然是犹如那溺水者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般 急忙对着萧炎与薰儿所在的方向跑去 萧炎的这一声吆喝 直接是让得场中最后剩余的七名参赛者收拢到麾下 一时间原本只有两人的小团队 立刻膨胀成了人数族语和白山等人相比的团队 当然这也仅仅只是人数而已 白山三人团队的那些人呢 明显实力要超过萧炎手下的那些被撵得逃窜的人 不过萧炎也并未妄想 靠着这些投靠过来的参赛者就能打败白山等人 他只需要这些人呢能够帮忙消耗一点对手的人数便好 萧炎的这番举动虽然收拢了人心 但却是让得白山虎家吴浩这三只最强团队有些不满 后面两人呢倒还是好点 可白山呢却是极其不祥自己的举动给别人做了嫁衣 而且这个别人还是他最为讨厌的萧炎 因此当下脸色逐渐阴沉 手掌一挥 其身旁八名实力不弱的参赛者 便是跟着他缓缓对着萧炎一群人所在的方向行去 看这模样 竟然呢是想直接对着萧炎宣战了 乔德那带着一脸阴沉而来的白山一群人 萧炎眉间一挑 手中重齿带其压迫风声划下肩膀 愣笑道 呵呵 怎么忍不住了 一旁 薰儿也是冷眼瞥着行来的白山等人 萦绕在身体表面的金色斗气越加浓郁 随时等待着大战 去四个人将萧炎身后的散人驱逐出场 再去四个人将薰儿爵妹暂时拦住 那萧炎交给我来对付 白山手掌一晃 一把通体银白的长枪闪烁而出 枪身流转着淡淡豪光 一看呢就知道是镶嵌了磨合的武器 握着长枪他淡淡地吩咐道 听得白山命令 其身后的八人呢顿时分散开来分攻而行 薰儿 准备战斗吧 望着那呈善行而来的白山等人 萧炎偏头笑道 嗯 薰儿微微点头 金光营绕间煞是迷人 在白山之支团队对着萧炎展开进攻之时 吴浩与虎家也是开始对着另外两只仅剩的团队开始了驱逐 混乱的场中最激动人心的对碰站终于是姗姗来到 这一刻周围看台上尖叫呐喊住微声宛如雷鸣般响彻